说是当事人了 对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种难忘的回忆奇妙的感受 来那我们首先 邀请赵丽颖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欢迎 邀请丽颖 请一下 来 哇 这个我们就不干预了 哇 非常的绅士 对 欢迎丽颖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是啊 对刚才看那个片花的时候 就两位出场 就第一次眼神相遇的瞬间 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大家都已经疯狂了 刚才看到你们两位这样携手上台 大家又觉得 哎呀 特别的感动 对其实我们也 现在想问一下丽颖 对你这次在 这部剧中演的这种 有点虐恋的这个感觉 你是怎么样来体会的 因为她是一个鬼王的女儿 对 然后会喜欢上小凡这样一个人 你怎么来看这段感情 就还挺痛苦的 因为 比较纠结 因为 就是 她特别固执 怎么说都说不懂 不管是哭啊闹啊什么的 都没用 所以就很难 你要攻克她是很难的 很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所以你喜欢攀越这种 比较难度的高峰是吗 对啊 这样大家能记住 所以自己其实也是会给自己找一些最受的 喜欢攀越高峰 但其实 拍完这个戏下来 跟这个整个剧组人相处下来之后 有什么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今天我们的这个 夏老师也在现场对不对 可以出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夏老师也很大的功劳 跟这个大家庭合作有什么感受 很开心啊 很开心啊 因为大家就是在一起 就觉得拍起戏来都特别的轻松 很快乐 能感受到她们正派带来的一些正面能量 是 但是我们除了跟丽莹聊之外 我们还是要请出杨子 对也是人气非常高的 来我们欢迎雪奇姑娘 欢迎杨子 是因为我们的小凡还有鬼力真的是太会撩了 我们除了丽莹之外 还有杨子 我们想来听一听杨子会怎么说 这个撩妹技能已经对到达一定程度了 来我们听听杨子怎么体会这样的一段感情 是丽莹说很苦 然后像高峰一样要去攀爬 你这边觉得呢 我觉得雪奇她所有的喜怒哀乐 包括她对小凡的爱都是隐忍在心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伟大 如果我爱一个人我想我很难可以去等她十年 我觉得可能没有任何的女孩可以做到吧 那我觉得你有学习到一些东西吗 在你以后跟男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 干嘛害羞 我觉得我应该生活中不会像雪奇那样吧 如果我等十年我觉得我等不起 对 等十年可能等到是别人的老公了 对对 对 所以其实杨子说的也是非常真实的一种感受 对 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小凌老师 就您看您的三位在您的小说中出现的人物 现在他们都站在您的面前 您觉得他们符合您当时在写作时候的脑海中的那个形象吗 挺好的 大家都挺好的 我觉得我们小老师真的是话特别的少 我相信他都是把他想说的话全都写到了我们这个小说当中 但是我觉得既然把他请上来 我们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他 三位在现场我估计你们跟老师交流也不是很多 今天给你们一人一个提问的问题 你们最想问老师什么样的问题 对 这个机会很难度 我觉得 不要太简单 对 终于问 终于到了 报仇的时候 我问问题的时候 对 当一回记者 好 那么 采访一下 肖老师就是 如果 雪奇 和 碧瑶 同时掉进了水里 你会先救谁 老师 请作答 哈哈哈哈 肖老师后悔了 刚才放过了 来 为难一下三位的机会 这回 您被难住了吗 没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驱斗达人 诗奇 我已经帮助过上千位网友驱斗成功哦 这些 都是通过我分享的方法 成功驱斗的好朋友 驱斗其实很简单 有需要驱斗或者改善皮肤问题的好朋友 可以加我的QQ78273375 让我来告诉你如何轻松驱斗不留痕迹的方法吧 请记住哦 QQ78273375 我刚想说 问问你的心里有没有答案呢 你问这个问题的是吗 没有没有 好啦我们放过他好不好 好吧 来听一下 莉莹你要提一个问题的话 你会问肖老师什么 肖老师有跟我说不要提太吊钻的问题 哈哈哈哈 居然私底下买通你 但你不是那么轻易被买通的 我说你是喜欢必要还是喜欢我 今天居然是选择题啊 今天居然是选择题啊 肖老师好好回答 啊 我喜欢你啊 哦 肖老师被逼了真的是 谢谢肖老师 好 好 杨子 杨子 我想问肖大大 其实我也喜欢你 哈哈哈哈 先说先赢是吗 没有 我没有想问这个问题 哈哈 我想问 呃 觉得 你在写 朱仙的时候 有没有把自己 带入到张晓凡 还是你 就是在写自己呢 哦 呃 这个问题其实 肯定是有带入的 一个作者 在写一部作品的时候 肯定会多多少少有自己的影子 呃 我当初年轻时写这部戏 呃 就是一个 呃 宅男屌丝的一个幻想而已 肯定是带入的 哦 所以肖老师带入自己的情绪 带入自己的感情 然后有把自己写到张晓凡里头 对不对 是吧 是吧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 好不好 对 刚才三位的拷问结束了 嗯 接下来 呃 在您的小说中出现的人物 现在他们都站在您的面前 您觉得他们符合您当时在写作时候的脑海中的那个形象吗 呃 挺好的 大家都挺好的 哈哈 我觉得我们肖老师真的是话特别的少 我相信他都是把他想说的话全都写到了我们这个小说当中 但是我觉得既然把他请上来 我们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他 嗯 三位在现场我估计你们跟老师交流也不是很多 今天给你们一人一个提问的问题 你们最想问老师什么样的问题 对 这个机会很难读 不要太简单 对 啊 终于问 终于到了 报仇的时候 我问问题的时候 对 当一回记者 来 呃 那么采访一下 肖老师就是 如果 雪奇 和 碧瑶 同时掉进了水里 哈哈 你会先救谁 老师请作答 对 说是当事人了 对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种难忘的回忆奇妙的感受 嗯 那我们首先 邀请赵丽莹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欢迎 邀请丽莹 谢谢 来 哇 哇 这个我们就不干预了 哇 非常的绅士 对 欢迎 欢迎丽莹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是啊 对 刚才看那个片花的时候 就两位出场 就第一次眼神相遇的瞬间 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大家都已经疯狂了 刚才看到你们两位这样携手上台啊 大家又觉得哎呀 特别的感动 对 其实我们也 现在想问一下丽莹 对你这次在 这部剧中演的这种 有点虐恋的这个感觉 你是怎么样来体会的 因为她是一个 鬼王的女儿 女儿 对 然后会喜欢上 小凡这样一个人 你怎么来看这段感情 就还挺痛苦的 因为 比较纠结 比较纠结 就是 哈哈哈哈 小老师后悔了 刚才放过了 来 为难一下三位的机会 这回 您被难住了吗 没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驱斗达人 诗琪 我已经帮助过上千位网友 驱斗成功哦 这些 都是通过我分享的方法 成功驱斗的好朋友 驱斗其实很简单 有需要驱斗 或者改善皮肤问题的好朋友 可以加我的QQ 78273375 让我来告诉你 如何轻松驱斗 不留痕迹的方法吧 请记住哦 QQ 78273375 我刚想说 问问你的心里有没有答案呢 你问这个问题的是吗 没有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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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啦我们放过她好不好 好吧 来听一下 莉颖 你要提一个问题的话 你会问萧老师什么 她特别固执 怎么说都说不懂 不管是酷啊闹啊什么的都没用 所以就很难 你要攻克她是很难的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所以你喜欢攀越这种 比较难度的高峰是吗 对啊 这样大家能记住 哦 所以自己其实也是会给自己找一些罪受的 喜欢攀岳高峰 但其实拍完这个戏下来 跟这个整个剧组人相处下来之后 有什么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今天我们的这个肖老师也在现场 对不对 可以出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肖老师也很大的功劳 跟这个大家庭合作有什么感受 很开心啊 因为大家就是在一起 就觉得拍起戏来都特别的轻松 很快乐 能感受到他们正派带来的一些正面能量 是 但是我们除了跟丽颖聊之外 我们还是要请出杨子 对 也是人气非常高的 来 我们欢迎雪奇姑娘 欢迎杨子 是 因为我们的小凡还有鬼丽 真的是太会撩了 我们除了丽颖之外 还有杨子 我们想来听一听杨子会怎么说 这个撩妹技能已经 对到达一定程度了 来 我们听听杨子怎么体会 这样的一段感情 是令说很苦 然后像高峰一样要去攀爬 你这边觉得呢 我觉得 雪奇她所有的喜怒爱乐 包括她对小凡的爱 都是隐忍在心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伟大 如果我爱一个人 我想我很难可以去等她十年 我觉得可能没有任何的女孩 可以做到吧 那我觉得你有学习到一些东西吗 在你以后跟男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 干嘛害羞 我觉得我应该生活中 不会像雪奇那样吧 如果我等十年 我觉得我等不起 对 等十年可能等到是别人的老公了 对对 对 所以其实杨子说的 也是非常真实的一种感受 对 那我也想问一下 我们的小凌老师 就您看您的三位